我是豪门废物少爷 好消息 我是真少爷 坏消息 有人冒充我 家宴上 假少爷顶着一身脏乌湿漉漉的 跑到我面前质问 三哥 你为什么要拿红酒泼我 我环顾四周 提起一旁的1.25L装大瓶饮料 眼神清澈 你说我吗 可我喝的是可乐呢 我是林牧 林氏集团的三少爷 我的大哥林素 是拿奖拿到手软的金牌导演 明满国际 我的二姐林渔 是现任林氏集团的二把手 前途无量 而我是个缺心眼废物 也许是爸妈生我时 基因来了的大批刹 除了长相 什么优秀的天赋技能 我都没继承到 不仅如此 我从小反应 还比别人迟钝些 用我哥的话说 我就像支土松 混进了狼群 被卖了 还在冲狗贩子摇尾巴 按理说 像我这样的食物链最底层 在这种豪门争斗中 往往是最早被抛弃的炮灰 可我妈说 笨就笨了 四个诸葛亮 还带不动一个臭皮匠吗 不过 给我砸钱让我做潇洒顽固 可其他人刺激飙车 我考不出驾照 喝酒狂欢 我酒精过敏 榴莲花丛包养女明星 我最多只敢和人家搞网恋 久而久之 我妈自我安慰 笨点好 笨点不招人惦记 掉档次 可混成这样 我还是被人盯上了 鲤鱼带回来一个 和我长得七分 像得瘦弱男生 他一见 我妈就扑通跪倒在地 声泪俱下呼喊 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爸瞬间觉得 碗里的鸡腿不香了 放下筷子瞪大了眼睛 怎么回事 你在外面有人了 我妈大惊失色 我不躁啊 我没有 那个男生悉行着 朝着我爸 又磕了两个头 爸爸 我回来了 我妈一改惊慌失措的样子 掐着腰指着爸爸的鼻子 你还问我 这是不是你的风流寨 跪着的男生哽咽抹泪泪 我爸妈还沉浸在 互相甩锅的游戏里 一个人都没理他 爸妈 他说他才是真正的灵木 最后 还是铃鱼说清了重点 什么意思 这怎么可能 我看过亲子鉴定报告了 是真的 那老妖呢 我妈指了指埋头干饭的我 老妖当然是 你们的亲儿子 我的亲弟弟 铃鱼的话语 没有丝毫犹豫 他冷冷地站在一边 并没打算去扶 那个所谓的真弟弟 男生属然抬起了头 狠狠地盯着我 他是个假货 爸爸妈妈不信的话 可以带他去做鉴定 他和你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笃定的样子 令铃鱼皱了皱眉 爸妈听了他的控诉 一时也没有接话 于是铃鱼只能接着问 所以 我带他回来问问你们 这是你们哪个 流落在外的私生子吗 爸妈的头摇的 跟波浪鼓一样 半晌以后 我妈一拍我的脑袋 我知道了 我捂着额头 吐出最后一根骨头 多亏了这场闹剧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今天的鸡腿 全进了我的肚子 除了我爸碗里剩下的半只 我妈两眼放光 激动异常 原来我内视生的 是双胞胎 全体目光向我妈看齐 男生最先反驳 怎么可能 明明只有我一个 我才是你们的儿子 妈妈带他去 做亲子鉴定就知道了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 就被我妈打断了 我妈牵起他的手 搂着他坐到了沙发上 满脸慈爱 好孩子 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 有几斤几两 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就说我当时的肚子那么大 一定生的是对双胞胎 你说对吧 孩子他爸 我爸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连连硬核 我还以为你是运气 补品吃太多了呢 原来是双胞胎 当年你还差点难产 肯定是当时大家手忙脚乱 弄丢了孩子 出乎意料的 所有人都接受了 这个离谱的解释 就连鲁鱼的神色 也温和了起来 男生白着脸 还想辩解什么 他的目光投向了我 似乎等着我 做出什么激烈排斥的举动 可我满脑子想的都是 怪不得我反应迟钝 这个男生小嘴巴巴的 和开了二倍速一样 这是优秀基因 都遗传到他身上了啊 不过 我并没有什么危机感 反正 我都是最后一鸣了 多个人和我 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皱着眉 吃饱了有些撑得慌 思考速度更慢了 那我们俩谁是哥哥呢 在男生期待的目光中 我抛出了一个 毫无价值的疑问 林木当哥哥吧 你照顾下新来的弟弟 我妈笑眯眯地 打量着男生的反应 她咬着嘴唇 似乎还有些不甘 可最终 还是缓慢地点了点头 妈妈 我以前过得好苦 她挽起袖口 可能是想展示身上的伤口 妈妈制止了她的动作 还贴心地 给身着单一的她 披上了毛毯 好孩子 以前的事就别提了 对了 妈妈重新给你起个名字吧 你流落在外漂泊了这么久 就叫林伯吧 林伯的满腹 委屈耿在后肩 好的 妈妈 妈妈牵起林伯的手 亲热地带着她熟悉环境 一夜之间 除了还在国外工作的邻宿 邻屎上下 都得知了林伯的存在 而林伯对我的挑战 也在此刻正式拉开了帷幕 我容不进了圈子 她游刃有余 我学不会的乐器 她得心应手 确实 她比我更像林家的孩子 在金钱和极致服务的堆积下 林伯再也没有露出过 初见那天的怯懵 她多次引导爸妈 带我去做亲子鉴定 可我妈说 没必要 咱家不差多两个人这点钱 中秋家宴 林伯像之高傲的孔雀 穿行于人群间 今天她临时四少爷的身份 将被爸妈正式介绍给夜间名流 为了这天 她精心准备了一套高奢定制礼服 贴合的布料 勾勒出她挺怕的身材 林伯寸步不离地跟着爸妈 金贵自信地向众人敬酒寒暄 而我坐在角落 不动声色地 从铺着厚重餐步的桌子下 拎出肥宅快乐水 针满高脚杯 优雅 实在是太优雅了 我摇晃着杯子 满足地打了个阁 美中不足的是 常温可乐不够刺激 碳酸气泡很快就消散了 我捧着高脚杯 悠闲地走到了庭院里 我从小到大 都不擅长应付这种大场面 所以分外庆幸林伯的存在 遐想之际 我听见有急促的脚步声靠近 下意识闪生花丛后蹲下 厚重粘腻的水声 和衣料摩擦声 令人脸红心跳 我靠 谁在花园里亲热 林伯哥哥 会有人看见的 梁琪的胶银中 混杂着男人粗重的呼吸 宝贝 你今天好美 梁琪是我的娃娃亲对象 比起惊讶 他俩怎么搞到了一起 有个想法 使我捂住嘴 发出无声尖叫 他们不知道 我家室外装满了全彩热 成像摄像头吗 想到高清屏幕后 面面相觑的值班保安 妈呀 我都替他们尴尬 好不容易等这俩人离开 我的腿都蹲骂了 我和梁琪的婚事 是长辈们口头定下的 商业联姻吗 很正常 不过 我俩一直不太对付 梁琪嫌我寡淡无趣 我嫌梁琪晚得花 这桩轻视 也就不了了之 不过看样子 林伯很乐意当接盘侠 梁琪是梁家独女 梁老爷子 当时对他的婚姻规划时 最好一年爆俩 两年爆仨 生得越多越好 我对林伯瘦弱的身板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不是迟早被榨干 罢了 他开心就好 还没来得及 弯腰掀起桌布续杯 有个摇晃的白色身影 就撞到了我身上 桑哥 你为什么要用红酒泼我 是我哪里得罪你了吗 林伯表情惊慌 脸色煞白 暗沉的酒红色 乍一看 像是刚从凶杀案跑出来的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梁琪也过来了 林伯 你怎么欺负你弟弟 你是嫉妒他 比你优秀吗 三哥一定不是故意的 梁琪你别这么说 家宴的主角 自然是众人的视线所向 很快大家都注意到了 我所在的角落 在旁人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好奇目光中 我悠悠地抱起一旁的 1.25L装大瓶饮料 眼神清澈 你说我吗 可我喝的是可乐诶 众人都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梁琪还在纠缠 酒会上你喝什么可乐 你就是欺负林伯不敢承认 你知道他为了今天有多努力吗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他有多努力 我酒精过敏 从不喝酒 那你就是抢了林伯的酒杯 那我手上会有两个杯子 我不太想再和这个杠金废话 最后还是林伯打断了争辩 是我没看清楚路撞到了三哥 是我的错 我向三哥道歉 他身体紧绷 僵硬地向我深深鞠躬 围观的众人议论纷纷 其实谁在乎那杯酒 到底是谁泼的呢 林伯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营造出被我针对的假象 而他立足公顺谦虚的人设 剩下的就交给风言风语 随意揣测了 前有林伯隐忍不发 后有梁琪咄咄逼人 我有些苦恼 这时一个优雅高大的身影 打破了局面 林素修长纤细的手指 拢住了林伯的后颈 似笑非笑 你很有天赋 要不要来做我新片的男主角 林伯受宠 若惊地答应了 林素手下的角色名额千金难求 更何况是男主角 私存半天 还是打算暗示一下林素 提防林伯 在林素面前支支呜了半天 我只憋出了一句话 他不是个好人 林素冲我吐了个烟圈 带着笑意 看我捏着鼻子咳嗽 既然担心就和我一起进组 大哥带你看好些 林伯的空降在剧组里掀起了热议 林导果然还是更看重优秀的人 你看林伯一来就是男主角 林伯只能单看着 早听说林伯是个废物少爷 可能真就像传闻说的 他根本不是林家的孩子 我坐在遮阳棚下喝着果汁 看着烈日下满头大汗的林伯 对旁边的小声议论 嗤之以鼻 这些话 我最近听的耳朵都要起剪子了 林伯进组的第一场戏就要 吊威亚入水 虽然正式开拍前 已经接受了系统的训练 他看起来还是有些犹豫 林素搂着他的肩膀 指着不远处的影后消妙 老药 你的起点就是和影后对戏 你已经比太多人要厉害了 不要给自己压力 做不好也没关系 反正你也不会比林伯更差了 自从有了林伯 老药就不再是我的专属称呼了 这样轻易的交代 显然使林伯十分受用 大哥 我一定能做好的 他自信地点了点头 然后 就是十八次不间断的NG 林素精益求精 从不放水 高高掉起 重重砸在水面上 我以为林伯会喊停 可他真的坚持下来了 到了晚上 我就明白了林伯此举的意义 我们在剧场的对比图 一起上了热搜 锦号林伯老天爷赏饭吃 锦号林伯敬业 锦号林伯林伯对比 锦号有一个刻薄的哥哥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图片里林伯敬业的在空中 做着高难度动作 而我敲着二郎腿 在凉音下斗地主 不是我不干活 实在是帮不上忙啊 除了全网 声讨我为难林伯的网友 我妈 是家里第一个发火的 说了多少次 让你不要敲二郎腿 你又不听 好吧 我的错 林素拉着我跟了几天组 我就不愿意再去了 这些天 我被狗仔360度 无死脚偷拍 天天和林伯 挂在热搜上 被人议论 烦人的很 不过林伯乐在其中 他的话题热度 蒸蒸日上 连带着林氏的股票 都上涨了 爸爸大手一挥 把公司5%的股份 转让给了林伯 当杀青礼物 圈里都说 这才是受宠的真少爷 林伯以前 过的那是什么日子啊 没车没房又没钱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确实 我也觉得他们说的对 不过 我长了嘴巴 可以问爸妈要钱 有钱不就好了 林伯显然并不满足 他不仅拥有了 大量的粉丝支持 还获得了家人的认可 妈妈往他碗里 夹了两只鸭腿 那一刻 我承认 我酸了 林伯温柔一笑 妈妈 当演员要保持身材 不能吃油腻的 还是给三哥吃吧 没事你吃 你哥他以前吃多了婚薪 现在正好洋洋味 林伯的微笑 有一丝扭曲 但他很快又调整了状态 爸爸 我想进咱们家公司学习 可以吗 可以啊 主动学习是好事 林与你安排下 我沉默寡言的二姐点了点头 林伯要一起来吗 我连连摇头 让我996做班 简直堪比坐牢 我才不去 我爸面无表情地补了一刀 别为难他 家里躺着不香吗 咱家又不差这点电费 看吧 我的废物属性 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林伯去公司学习的一周后 一封匿名邮件 就发到了林氏员工的邮箱里 那是我和爸爸的亲子鉴定结果 结果显示 检验样本之间 DNA不匹配程度较高 不具备血缘关系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强倒众人推 还有句话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强 最先找上门的是梁家 梁氏和林氏地位旗鼓相当 可以说是不分伯仲 梁老爷子拄着拐杖 表情慈祥和善 却眼神锐利 林伯的是我听说了 按我老头子的意思 婚约也不必取消 我看林伯就不错 梁起老在我面前夸他呢 反正一开始就是说和林家儿子联姻 也没说具体是谁吗 梁老爷子的言外之意 连我都听出来了 本就是为了强强联手 谁会和梅血缘联系的假货联姻呢 林伯和梁起早就看对眼了 我可没反悔 咱们两家还是要合作的 林伯一脸势在必得 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爸妈定夺 林素和林鱼神色如常 没有明显的情绪波动 而我已经失去了在场旁听的资格 只能扒着楼梯偷听 最后还是爸爸为难地点了点头 接着两家就商量起具体的婚礼时间和事项 我没再听 亲手亲脚回了房间 我知道为什么爸妈这么着急 推动这桩婚事 因为和那张亲子鉴定一起爆出的 还有我从小到大的劣迹披露 有自称是我同学的网友 曝光我校园霸凌 学位造假 有不知名十八线女星 声讨我参与潜规则和性骚扰 还有临时员工 披露我如何挥霍临时资产 苛代员工 这简直是危言耸听 自从发现我反应迟钝 跟不上学校进度后 我妈就请了家教单独辅导 那之后我就没去过学校 说我潜规则性骚扰的看看 自己那张脸 连鲁鱼的十分之一美貌都没有 我凸什么啊 还有说我压榨员工的 我就去过一天公司 除了睡觉 就是玩蜘蛛纸牌 我是客戴公司电脑了是吗 但是空学来风的谣言 一下子给了毫无防备的临时重击 舆论一边倒 民众自发抵制临时产业 公司内部人心惶惶 最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放弃我 让林伯和梁棋联姻转移注意力 真少爷明珠重现 假少爷落荒而逃 这不就是大家想看的吗 其实别说吃瓜群众了 我自己都觉得 自己不像个真少爷 好吃懒做又迟顿无趣 不仅在通往成功未来的道路上 连哥哥姐姐们的尾灯都看不到 和大众印象里 光鲜亮丽 出入各类高档场所的阔哨 也根本不一样嘛 所以看到那份亲子鉴定 我竟然松了一口气 原来我真的不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啊 就像是一场梦 醒了还是很感动 其实我并没有做出那些事 我还是决定主动离开 毕竟血缘就是分割利益最锋利的刀刃 我和林伯注定站在对立面 孰轻孰众 显而易见 回想起林伯刚来家里的那几天 妈妈对亲子坚定那么抗拒 她早就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吧 只是还想要保护我 顶着林家的头衔 足够我一辈子吃穿不愁 我也理解了林伯的敌意 纠战雀巢而不自知 何其可恶 我拥有的一切 本该是她的 越想越难过 我抱着枕头思绪万千 不知道过了多久 妈妈敲响了我的房门 老药 妈妈有事和你商量 妈妈从来不会用那样 小心翼翼的语气和我说话 她是怕我情绪崩溃吧 林伯现在对你有些抵触 她马上要和梁琪结婚了 妈妈想着 你先出去住一段时间 等林伯结完婚搬出去住 再把你接回来好不好 妈妈的眼圈红红的 垂着头不敢和我对视 我想一段时间 指的应该就是永远 不想让妈妈为难 我果断地点了点头 当天夜里 我就收拾了行李 提前离开 我知道妈妈一定不会亏待我 只是他们为我做的 已经够多了 我没办法在心安里得的 用着林家的钱 惆怅地拉着行李箱 漫步在深夜街头 我有些迷茫 先找个地方睡觉 宾馆还是网吧 我是不是该提前熟悉一下 流浪汉的生存方式 引擎的轰鸣声 在我耳边响起 鲫鱼降下了车窗 神色不悦 你大晚上拎个箱子干什么 离家出走 我撇了撇嘴 故作轻松地顶嘴 我又不是你亲弟点 你管不着我 嘴还挺硬 上车 我不回家 那不是我的家了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们为难的 林渔没废话 直接下车来抢我的箱子 没说回家 去我的房子里住 我养的你 还是养得起的 我捂住胸口 感慨万千 这样不好 我们要被送去德国骨科的 林渔给我系上安全带 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神经 假少爷被赶出家门的消息 不禁而走 吃瓜群众拍手叫好 转而关注林氏的另一件大事 林渔的世纪婚礼 秦洛两家耗资上亿 不计人力物力筹备这场婚宴 仅仅是婚礼当天 林渔的礼服就超过了十套 全都是由国际知名设计师手工打造 一时之间 林渔成为了最得意的男人 我坐在台阶上吃着考场 看着商场的屏幕里 媒体对这场婚礼 不遗余力地称赞 几个人影靠近了我 哟 这不是被赶出家门的假少爷吗 是梁琪和她的几个狐朋狗友 这种考场我都是拿来喂狗的 她指着我手上的 吃了一半的考场嘲讽 我抬头认真地看着她回道 别以为你这样 说我就会喂给你吃哦 空气安静了一瞬 随即有人意识过来 发出了爆笑 不是说她是个傻子吗 这反应不是挺快的吗 哈哈哈哈 梁琪咬牙切齿 怒气冲冲地踹了我一脚 你还当自己是临时少爷啊 我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在世界上消失 哦吼 我好怕哦 我诚惶诚恐地献出考场 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小人一般见识 我这话说的 好像梁琪真在和我抢考场似的 一旁的顽裤们都笑歪了嘴 梁姐 别和她一般见识了 快给我们讲讲 你是怎么把林家真少爷追到手的 梁琪得意地仰起了嘴角 林沫 今天留你一条小命 你就睁大狗眼看 本小姐是怎么拿下灵时的吧 梁琪放下狠话 坐上超跑扬长而去 她这话说的 连姻而已 怎么好像要搞垮灵时似的 我起了疑心 我江秀的脑袋转了又转 最终得出了结论 林沫一定隐瞒了什么 可林于那晚把我送到住处后 就再没露面 我发出去的消息也湿山大海 冷静下来才发现 我这时竟然联系不上一个灵时的人 这不合理 直接上门又怕打草惊蛇 头脑风暴后 我想起了一件东西 庭院花园里的摄像头 刚搬进新家时 爸妈和我们三个孩子的设备 都通过了安保系统的认证 我们可以直接在手机上 查看别墅的监控录像 这件事林博一定不知道 他才会肆无忌惮地 在庭院和凉气亲热 如果摄像头能录下什么信息 我打开手机 看着软件 加载着登陆进度 心砰砰直跳 登陆成功 一栋云端 只能保留最近30天内的监控信息 我认真翻看着录像 接下来只能祈祷 奇迹再次出现 有了 老天成不负我 就在一周前 我离开林家后 林博拿着手机 走到了庭院角落 他的手指敲击屏幕 我看不分明 只能隐约辨认 是个聊天见面 林博的动作很快 他一边观察着四周 一边打字 很快就暗灭了屏幕 我有些泄气 看来是我空欢喜一场 正打算拖动进度条 林博毫无征兆地开口了 我这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奇怪 他在和谁说话 没有人靠近啊 林博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提前和粮食搭上线 才是最成功的一步 林博像在自言自语 可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令我心惊 等婚礼结束 林氏的一切 都会是我的 这个男人 到底在谋划什么 谋财还是害命 可这都没必要啊 没有了我的阻碍 林博会成为 两零两家的中心人物 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在我不间断的电话轰炸下 林于安静如鸡 我只好把录像 和提醒留言给他 婚礼上一定会出大事 要小心林博 林于终于有了回复 你安分手挤就好 什么iPhone手机 我全当没看到 就算我圣母心泛滥想救人 就算只是一场乌龙 我不想我的家人受到伤害 就算只是虚假的家人 林博和梁琪的婚礼 为了保证隐私性 将会在一艘封闭的 豪华邮轮上举办 嘉宾需要持邀请函入场 我根本没办法混进去 我还在苦思冥想 婚礼能不能买黄牛票 突然想起来 现在我已经是个穷光蛋 这些该死的有钱人 走投无路的我 已经开始考虑 藏进货仓的可能性 门口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林博神情巨傲 用下巴打亮着屋内的摆设 我这屋子主打一个极简风 详情参考留学生经典开场 林鱼说 不忍心看你流落街头 才找了个地方给你住 原来也就这样 你来干什么 炫耀的话大可不必 我的语气并不算客气 林博却轻蔑地笑了 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 以前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装给谁看 他取出一张精致的勤俭递给我 我正打算伸手接过时 他却松了手 勤俭逐地落在了地上 砸弯了一脚 你不是一直想联系他们吗 给你机会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皮鞋踩过地面的声音 像是踏在我的心上 我倒看看 他究竟想搞什么花样 为了掩人耳目 我特地戴了眼镜口罩 还准备了一顶假发 在商场的南厕所 戴上假发 换上外套 身后窥探的视线 总算消失了 和林博见面后的第二天 出门就能感觉到 有人跟踪 这些小尾巴跟得很紧 大概是林博 怕我做出什么意外的疯狂之举吧 不过他显然多虑了 打车来到码头 参加婚礼的宾客 已经陆续入场 重新换上一身礼服 我按捺着心头的不安 踏上邮轮 林博的婚礼 极尽奢华 受邀的 不仅有各界名流 还有不少举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 真是把联姻的利益最大化了 等待来宾入场完毕 巨大的邮轮缓缓离岸 向着开阔的海面驶去 这艘邮轮 兼顾实用性和娱乐性 除了供来宾休息使用的客舱 邮轮内部 还有赌场 游泳池 电影院 歌舞剧场等娱乐场所 所有来宾的开销 都将记在梁林两家的账上 婚礼在最上层的露天甲板上举行 我的座次在很后面 只能看见 梁琦设计繁复的洁白脱尾 没关系 现场还有无人机和大屏幕实时直播 新郎新娘入场 宣誓 致辞 交换戒指 切蛋糕 一切都是正常的流程 我心里的不安 却在一点点放大 终于熬到自由交流环节 我捏着高脚杯 往林家的方向挤去 那附近已经挤满了 攀谈合作的富商名流 我不禁反退 被跃推跃远 只好大声地 叫着林鱼的名字 林鱼的目光 落在我斑驳的脸上一瞬 很快就一开了 他没注意到我 我只好叫林素的名字 可他早知道 会有这么一场 无法避免的寒暄 早就机灵地戴起了耳机 虽然他表情很酷 可我知道他 一定在听吐汉 抱着适时的想法 我喊了妈妈 喧闹的人群中 妈妈一眼看见了 挥舞着手臂的我 他惊讶地微张嘴巴 对着身旁的林鱼耳语 林鱼很快来到我的面前 林木 是我 你怎么在这里 没时间了 快躲到下层去 林鱼一边推扫着我 一边环顾四周 什么没时间 林鱼你倒是说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亮腔地迈着步子 回头看向爸妈 一连串沉闷的枪声 划破天际 变故就在此刻发生了 有海盗 大家快趴下 救命 纷乱的脚步声中 混杂着尖锐的呼救 林鱼紧紧拉着我 表情凝重 别看 别怕 姐姐在 通往下层的舱门上了锁 逃不掉了 林海怎么会有海盗 不是海盗 是粮食找的雇佣兵 船上的员工 都被他们买通了 林鱼拉着我躲在角落 众人的尖叫声 已经变成了滴滴的乌野 大部分兵客已经被控制了 沉重的脚步声逐渐靠近 待在这里别出声 他们在找我 你等到救援来就好了 姐 别去 林鱼没在看我 站起身走了出去 脚步声远去 我闭上眼睛思考对策 在寂静中 听到脉搏跳动的巨响 睁开眼时 却只见寒光一闪 破空声在耳边划过 林鱼被抓到的时候 包括梁氏 林氏在内的几个顶尖富商 连同家属都跪倒在地 带着头套的歹徒 眼神凶狠 重重地踢向林鱼的腿弯 这里最有钱的人是谁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 落在梁老爷子和林妇身上 林家是打算在婚礼上 灭口林家的计划 林家夫妻就制定了方案 一直暗中收集着 梁氏的犯罪证据 可这老狐狸实在太过狡猾 直到婚礼正式开始前 林家才掌握所有证据 警方的步控追捕需要时间 邮轮的航线不断偏移 得在到达公海之前 控制梁氏 林鱼的目光 落在身着奢华礼服的林博身上 就是这个男人 勾结梁旗 被判了林氏 为了让他的注意力 从林木身上转移 林家忍痛和老妖断绝关系 可老妖今天还是出现在了邮轮上 歹徒挟持着梁氏和林氏的人 进了船头的房间 梁老爷子和梁旗不再掩饰 林博也站了起来 林总 废话也不多说了 把密码交出来 我还可以放过你的家人 林氏数字资产的密码 只有林妇知道 其他的实体资产 只要杀光林家其他人 林博就有继承权 老头早就计划好了 要把林氏全部拿下 你把他们安全送回岸上 我就给你密码 你真当我傻了吗 没了筹码我怎么要挟你 既然互相不信任 就没必要再谈了 林妇显然是在拖延时间 梁老头不可能放人 我们死了 你就是最可疑的嫌疑人 邮轮上的所有人都可以证明 梁老头放声大笑了起来 我会解释 是林氏用所有资产和歹徒做了交易 换了众人安全 但是 你们在反抗过程中不幸遇难 粮食也损失惨重 你们会是大善人 大英雄 我会给你们收拾力杯 多完美的计划 林博也笑了起来 面对众人疑惑的目光 他拍了拍手 昏迷的林木 被门外的雇佣兵丢在了地上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吗 爸爸 林家总要留一个孩子的呀 为了他们你 还是把密码说出来比较好 林妇冷冷地盯着他 那你呢 你不是林家的孩子 你又是谁呢 我 是谁都好 只要我拿到我想要的 好了别废话了 从谁先开始呢 我被粗鲁地拽起头发 剧痛时我感到一阵血运 血色模糊了视线 林素和林鱼瘫倒在地 身下躺着鲜血 生死不明 林博还在逼问爸妈 痛 好痛 爸妈 林木醒了呀 爸爸 快没有时间咯 林博踩着我的手指碾压 妈妈流着泪 扭过头闭紧双眼 梁老爷子语气不耐 重重敲了一下拐杖 抓紧时间 没办法了 爸爸 林博指使着雇佣兵 拿枪对准了我 我挣扎着扑向林博 死也要拉他一起 玻璃碎片在我眼前散落 身前的雇佣兵被击倒在地 救援来了 屋子里的雇佣兵被陆续控制 梁老爷子一行人 向着甲板上的救生艇转移 带着他当人质 梁琪让雇佣兵抓住了我 一路奔逃 在剩余雇佣兵的掩护下 救生艇被放至海面 问题来了 多了一个人 梁老爷子锐利的目光 在我和林博中闪回 带我走 我和林家有血缘关系 他们不可能置我于死地的 林博抢先开口 梁老爷子点了点头 鼓佣兵一把甩开了我 我看着他们一行人 登上救生艇 往着近在直尺的宫海驶去 刹那间一声巨响 爆炸产生的火光点亮了海面 那艘救生艇 炸了 林素和林鱼虽然受了枪伤 所幸不是致命部位 我脑袋被中击 有些脑震荡 爸妈还好些 都是轻伤 一家人绑着绷带 在医院里复盘 所以 你们早知道 这是场红门烟了 爸爸点了点头 瞒着你是想保护你 你说 有人跟踪你 其实是你姐派去的保镖 你哥的耳机是录音器 记录了当时的所有对话 已经交给警方了 林素和林鱼 露出深藏公语名的神秘微笑 为什么要赌命啊 我回想起来 还是后怕 只要梁家还在 总归会有这么一劫的 其实 我们很早就收到了 梁家打算绑架你的消息 当时留下林博 也是想留着给你当替身 所以捧着他降低你的存在感 只是当时不知道 他早就和梁家交易了 将计就计之后 就到了那一步 只能说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了 那林博到底是谁 他不是和爸爸 有血缘关系吗 爸爸摇了摇头 这次是妈妈开了口 他的亲子鉴定是假的 我们只查到 他和系统做了交易 修改了相貌和证明 系统是什么 大概是个神秘组织吧 不过圈子里有些留言 说是越成功的人身边 越可能出现系统 尤其是什么 年少有为美貌多金的冷酷总裁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 落在了林鱼身上 所以 林博的博 不是漂泊的意思 而是暂时停泊 妈妈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我松了一口气 所以林博肯定改了 我的亲子鉴定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真不是老妈生的呢 原本轻松的气氛 又紧绷了起来 妈妈咬了咬嘴唇 垂下眼眸 老药 你确实不是妈妈生的 我生下的 是个死胎 妈妈那时候胎大难产 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已经断了气 你是爸爸在医院发现的 被遗弃的孩子 爸爸妈妈领养了你 所以我一开始 就知道林博是冒牌货 因为妈妈那次 根本没能预育出生命 你不要怪爸爸妈妈瞒着你 我们真的是把你 当亲生孩子照顾 对不起 老药 妈妈 依靠在爸爸肩膀上 亲生流泪 我正愣着 一时说不出话来 一时回龙时 脸上已经冰凉一片 我怎么会怪爸爸妈妈呢 我好开心 能做你们的孩子 从小到大我都想 为什么我和哥哥姐姐不一样 我不聪明 也不机灵 知道我们没有续缘关系 我竟然有一点轻松 因为我一直觉得 自己不配做林家的孩子 但是我很爱爸妈 哥哥姐姐 我也不想把你们让给林伯 袒露星际后 病房里哭作一团 爸爸妈妈不强求 你有多少成就 你活得开心自在就好 泪眼萌萌中 我想起一个疑问 那艘爆炸的救生艇 也是你们设计好的吗 那是庆祝你真正长大的烟花秀 鲤鱼冲我眨了眨眼 出院了 林素回去拍电影 我说之前林伯当主角的那部 还播吗 他说跳票了 本来就是做个样子 给林伯看 那影后的片酬 还得照付吧 一定很贵 他掐着烟挑了挑眉 你嫂子 不收钱 在我激动的追问中 他向我挥了挥手 登上了飞机 林鱼一如既往寡言少语 只是更喜欢欺负我了 爸爸妈妈 依旧在饭桌上斗嘴 我啃着鸡腿的残肢 满嘴是油 其实 在这个家里 当个废物躺平 也没什么不好吗